這是中華民國選舉史上的第一次 也是青年政治的開始 我是素人,所以沒有包覆 我本來就是平民 所以不需再包裝自己是平民 我生活減幅,所以光明磊落 我打這場選戰,不差競選旗幟 不設大型看板,不買公車廣告 當然也不像對手可以買一堆的電視和報紙的廣告 而且是負面和抹黑的廣告 我公布台北市政府透明廉政公約 市長公布財產申報 並向市民說明財產的來源和財產變動的原因 局處首長比照辦理 我是一個有擔當的市長 實行廉政公約 重建市民對市政府的信任感 也為優秀的市府公務員 帶來榮譽感和成就動機 官商勾結的權貴政治 會從未來的臺北市政府消失 進而影響整個臺灣政壇 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政治理念之下 重大政策先透過公民論壇來討論 預算編列開放市民參與 充分揭露政府的資訊 保障市民對市政議題的提案權和監督權 把一切攤在陽光下讓市民來檢驗 這個城市不應當被權貴階級繼續壟斷 這個城市不應當因為藍綠而無法再進步 市民朋友們 請你和柯文哲一起努力 讓改變成真 謝謝 柯文哲確定被羈押 其實很多人在感嘆喔 當初號稱絕對清廉的柯文哲到底去哪了 實際上十年前九月五號這一天 柯文哲是登記要參選 陪北市長當時他喊了官商勾結 要從北市府消失 好不過這十年變化之大 到了今年議院參選總統的時候 他當時甚至還霸氣喊話 說要終結只有藍綠的時代 那才半年七月直播節目在談金華城閉案的時候 就脫口說出對啦 圖利 一直到九月五號被盛口搭了球車進北索 這十年時間民眾是見證的柯文哲搂起搂他 那甚至有人找出了去年柯P秀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是唱了《球鳥》這首歌 根本已經預言了自身的名譽 柯文哲動順 柯文哲動順 就這麼剛好柯文哲九月五日被裁定羈押禁見 十年前的同一天 柯文哲以素人之姿登記參選台北市長 當年柯文哲營造一股政治清流的氛圍 成功吸引大批柯粉支持 2014年以85萬3000多票 高達57%以上的得票率 擊敗國民黨的連勝文 但四年後競選連任 卻只小贏對手3000多票 顯然柯文哲應為傲的市長任內政績 沒成功留住支持者 自同道合的這些朋友啊 幹了一票龜龜的事 然後占盡台北市市民權利跟便宜 我認為柯文哲搞不好沒有改變 而是本來守護最後良心價值的人都離開 所以啊他開始做了自己 2019年柯文哲開始做自己創立台灣民眾黨 2023年挾著人氣宣布參選總統 期間藍白河吵得沸沸揚揚 最後柯文哲仍以第三高票落選 如今深陷金華城弊案 柯文哲的政治路還有沒有下隔十年 對比過去柯文哲面對MG149案的 憤憤不平 這回羈押柯文哲平靜已對 十年政治歷練或許就如他愛唱的歌所預言 三地新聞林松斌晨雲在台北採訪報導 五號早上九點十八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王牌律師團陪伴下 帶著一抹神秘微笑走進臺北地院 看起來信心滿滿應戰第二次積壓停 但是六個小時後 阿伯這回笑不出來 雙手上銬搭上球車前往臺北看守所 明明是同一份券證資料兩次積壓停 結果卻大不同 誠懲法官給出幾個關鍵理由 週一黯然脫身走出北檢 柯文哲繼續堅持 他針對圖利完全不知情 但週刊披露的裁定書揭露 柯文哲在二次積壓停中 前任在金華城案 蓋章等部分事實 甚至還在跟應小微的便當會之後 積極介入各個環節 加上官員多次提警違法 他卻執意為之 很明顯明知違法 卻又積極介入弊案 像這麼重大的案件 這個這麼大的議案 最後還是要到臺北市長 那目前已經有相關的這個證據 顯示說柯文哲有在一些文件上用印 幾年掌握柯文哲帳目 有超過千萬的不明金流 加上應小微分配審慶金的款項不明 不排除這些錢 是沈慶金在論公刑賞時 流入柯P夫妻帳戶 因此認定徒利罪嫌重大 日後偵查是一個持續的一個情形 如果查到相關的金流 證明說柯文哲有收受不證這個對價的話 那麼他的案子 就會有可能從徒利罪提升到收賄罪 另外柯文哲也被認定有串供之餘 因此躲不掉羈押命運 前面交鋒結果大逆轉 恐怕已經超出柯文哲本人意料之外 即便想要立拼抗告 但是犯罪嫌疑重大 恐怕讓阿伯插翅也難飛 三連新聞陳祥心儀台北上有報導 好 實際上這幾天 很多全台灣的觀眾朋友 都在關注整個案子 主要是因為才短短幾天時間 其實變化相當大 還記得先前柯文哲二號 才被無保請回 但就這麼幾天的時間 其實北檢抗告成功之後 就在昨天傍晚 柯文哲是遭到了積壓禁見 好 那北檢是平的三點逆轉勝 尤其是剛剛一直提到了 說北檢認為柯文哲 從這些結果來看 他其實都是知情 而且積極介入 那檢方是從貪污罪 最後改成用圖利罪的方向 來進行非常激烈的攻防 最後柯文哲被羈押 改成是供圖利罪 其實這件事情 也是跟前市長好龍斌有關係 他曾經點名說 柯文哲在金華城 容積有圖利廠商 高達了上百億元 然後說是不是應該要好好調查一下 特別提到圖利這兩個字 那所以呢就是這句話 引爆金華城 接下來整個弊案調整了 他調查的方向 那現在前立委郭正亮說了 其實用圖利罪來 駕壓真的是蠻少見的 但是目前這樣子看下來 依舊是欠缺關鍵的收積事證 所以後續柯文哲是不是真的 會被判有罪 檢方還必須要持續補償證據 得知羈押禁見結果 柯文哲的委任律師 正聲援臉色鐵青直奔捷運站 長探一聲盡力了 檢變交手第二站 讓天下第一組逆轉取勝 但回顧檢變大戰 檢方一度灰頭土臉 高舉雙手比出勝利手勢 在二號晚間柯文哲 無保釋回後 律師團在歡呼聲中走出地院 正聲援如釋重負享受勝利果實 不過隨著檢方抗告成功 在第二次羈押庭中 北檢成功將柯文哲送進 看守所 業內律師分析 戰況逆轉關鍵是改了戰略 律師林志群分析 檢方首次開庭 太急著主攻收賄罪 卻只拿出一百多萬元 不明金流 與審慶金兩百多億 獲利差太多 連穩穩的土利罪 也沒有辦法說服法官 這一仗滑鐵爐 簡直開庭前嚇死人 開庭後笑死人 在第二次的羈押庭中 檢方改了戰略主打土利罪 最終得以說服法官 來增加精華層的容積率 以可能構成重大犯罪嫌疑的要件 檢方提出抗告改打土利罪 第二次羈押庭中 在地院不採納行證據的狀況下 戰況一度不利 但檢方仍然成功說服法官 以柯文哲明知增加容積違法 卻積極介入 除了有不明金流 還有滅陣之餘 以主攻土利罪成了羈押關鍵 受惠罪與土利罪的區別 乍於受惠罪 受惠者與行惠者之間 必須有所謂的對價關係 而圖利罪則不限於有對價關係的存在 柯文哲成的臺灣史上首位 被羈押的在野黨主席 徹底跌落神壇 解律大戰峰迴路轉 但誰能笑到最後 在法垂落下前 都是個未知數 三新聞 孟國華 陳曉文 臺北參謀的